一转眼,2019年上半年已经结束了。你的旅行计划完成多少了?今年最火的十大旅行必出炉,你去过几个。云南普者黑。在云南有个地方,有永不干涸的湖泊,有一望无际的河塘,现在,这里两万亩荷花开满了。这里就是普者黑。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取景地》。 福建土楼群。迪士尼花木兰真人版,花木兰的家乡取景地。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里面,许多建筑也都取景于土楼。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,陕西甘泉与岔大峡谷。来自陕西的美国陵阳大峡谷,不用远赴万里前往美国,更不用考虑签证机票,就能欣赏到陵阳谷的美景。 深圳教常委。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,越来越多有特色的民宿建起,这里渐渐被人们爱上。既有媲美长滩岛的牛奶沙滩,也有欧式风情的七彩房子,这个小清新的地方,你来过了吗? 浙江石塘小若村。中国版的五余村,这两年才开始活起来,仿佛只要到了这里,就掉进了五彩的童话世界。 每家每户的房子上,上海陈山植物园。交通便利,景色多样,没有拥堵,性价比超高的地方,这就是上海陈山植物园。 一个离杭州1.5小时的绿洲森林,一个随手拍出大片的摄影圣地。这里是上海的小瑞士,有五万平方米的梦幻花海,是小众宝地,是拍照天堂。 青海茶卡沿湖。青海四大井之一,被大家称为中国天空之境,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,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。 茶卡沿湖几乎每年都会上热平榜,因为去过的人都说美得像油画。 重庆中书阁。还停留在红崖洞和大福梯吗?上半年重庆最网红的地方,层层叠叠的阶梯,高高雷起的书架,哈哈哈哈一看,就是重庆的建筑。 云南卢孤湖。说起西南旅行就能想到卢孤湖,常年担当综艺和影视取景地,今年上半年依然很火爆。 湖水水天一色,清澈如镜,在碧波之上成一只猪草船,感受宁静的生活。 新疆伊犁。大家都知道伊犁很美,它是新疆的一块宝地,一年四季,你什么时候来都美,招苏油菜花,塞里木湖牛羊。 现在伊犁六万亩薰衣草,已经花开成海,美哭了有没有?下半年。